好 賴清德總統對對岸 到底釋出什麼樣的訊息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在今天有了軍事上的反應 而在經濟上面 或者是在包括跟美國 上面的交手 這些效應也都慢慢出來了 我們看到吳子佳 他說賴清德比蔡英文 還強硬100倍 他的解讀是賴清德 已經變成美國的打手了 尤其是在演講的內容裡面 他認為美中台三方的關係 簡單的來講 他外表或者是對外說 是要遵循蔡英文路線 可是實際上比蔡英文更加強硬 而且強硬的力度是100倍 另外在民間 兩岸的交流其實很多 小朋友們 年輕人們 對對岸 對方的這些藝人 偶像 其實都有一些擁護者 或者是一些觀眾 現在我們看到央視 他先貼出來一個貼文 是寫著統一 這是央視新聞 大家看一下 寫著統一 然後寫著台灣 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也不是永遠不會變成一個國家 中國終於將實現完全統一 這個是央視新聞的一個貼圖 然後就有一些本土的 中國大陸的藝人 在轉發這個貼圖 就轉發 分享這個貼圖 我們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幾個藝人 包括歐陽娜娜 歐陽娜娜是歐陽龍的女兒 還有侯佩成也跟進分享了 那這個就職演說的影響可能在民間 會持續的發酵 我們來看看 抖答紅字寫下統一 像頭插了五星旗 台灣也在一塊 賴清德總統就職典禮 像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後 這張就成了微博上最熱門的轉貼照片 仔細看看央視發的文 寫著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 還留下狠話 台度死路一條 文章短短11小時 就有920萬次轉發 超過61.5萬個贊 包含黃曉明 迪力熱巴 范冰冰還有余舒欣等 超過30位藝人轉發 其中也有台灣藝人 歐陽娜娜開第一槍 強先轉發 實在台灣必將回歸祖國懷抱 但這一發也燃起台灣網友怒火 寫下歐陽龍表示問號 爸爸就演過反共電視劇 也問怎麼不示範 先拿中國護照 但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當愛國藝人 不管其實我是香港的 我是台灣的 我是北京的 我是哪裡的 其實我都是中國人 侯佩岑也轉發獲得中國網友好評 但換到FB也被台灣網友圍剿 前幾天發的美照早就失焦 網友說難怪要穿小粉紅色 更要侯佩岑回中國放棄台灣國籍 另外楊宗偉 關紅 還有王隱倫也跟著轉發 台灣藝人到中國發展後 紛紛表態也很難不多做聯想 好 這個歐陽娜娜 她的爸爸是歐陽龍 做過台北市議員 過去她是藝人 在三十幾年前或者四十年前我不知道 反正很久很久以前 她曾經拍過一部電視劇叫做藍與黑 那個時候她演的是一個反共的青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網友就截圖了 這是歐陽龍在這個藍與黑裡面說的話 她說我是堅決反共的 所以就拿來跟歐陽娜娜現在的作法來做一個對比 說你看看你爸爸反共 你怎麼在舔共 其實我們很不贊成 就是要這些藝人表態 可是兩岸就很不幸的 兩岸的包括歌迷 這些網友都會逼藝人表態 你看到對岸就有網友在審視這些人的忠誠度 包括有一些在對岸有發展的藝人 像是我們的林心盧 楊承玲 吳祈隆 他的太太劉詩是這個中國大陸的藝人 那楊承玲的先生叫李榮浩 也是大陸藝人 他就把這些人林志穎 陳妍希 這些全部通通列在上面 然後開始是check他們說有沒有轉發 沒有轉 林心盧沒有轉 這個人沒有轉 沒有轉 林志穎沒有轉 陳妍希沒有轉 彭宇也沒有轉 歐陽娜娜轉了 給他鼓鼓掌 但還是這樣在逼他們 來 佑辰 我覺得其實站在一個演藝文化的交流上面 去逼任何的藝人表態 我覺得任何一邊的國民 都不是這麼的理性跟務實 今年的上海雙城論壇 即將上海要來 我還正式的也跟蔣萬安市長提出 我認為我們台灣人就要有自信 請來 請讓我們這些上海的官方人員 來看台北流行藝術中心 這有從以前華語文化 從什麼七匹郎時代 到現在的老舌歌手 兩岸共同的記憶文化 這就是我們的自信的展現 這也是應該台灣國力輸出的 一個很棒的文化的一個彰顯 所以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兩邊的人都應該是可而止 但是這個是可而止 也應該有一條底線 畢竟大家對於自己過去國家的認同感 跟這個族群意識 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覺得 不需要去太為難這些藝人 但藝人本身自己要抓準那一條線 那講回來剛剛的這些 這個我覺得因為520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個政論節目上面 討論得沸沸揚揚 可是在台灣的民間 每一個人大家感受度 好像都還是剛剛講的 這種歌照唱 馬照跳 原因是因為 其實是說沒有人在討論 沒有人在討論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 但是不得 因為我們是政論節目 我們必須要有負責任告訴大家 現在的狀況 可是你要回到民生經濟的角度 5月是什麼時候 大家 報稅 對 其實5月對台灣人民而已 每一個人最難過的是什麼 看到要繳這麼多稅 但是我們的執政黨 做了什麼樣的表現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當大家期待說 終於第三次的這個 你能夠和平的政治執政了 你應該要對於一些兩岸 過去你做的政策的一些承諾 要付出一些相對應的行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接受你在國際的談判上面 在兩岸的情勢上面 你有多 像剛剛藍學姐講的 多踩一條線 你必須要做一些堅持 可是請問你在民生經濟上面 你付出了什麼 選前是誰信誓旦旦說 要跟對岸吃蛋炒飯 喝真奶 可是選後 蝦仁飯 對 蝦仁飯 選後 蝦仁飯 但選後到今天 不要說跟對岸談 連自己跟在野黨談的空間都沒有 連在民 連在立法院 這麼高的國會殿堂 你連政黨協商的權力 都不給這些 相較你來講 其實立法院現在是絕大多數 大多數的人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說賴清德 你在外交上面 現在大家會很害怕說你才剛上任 你會不會有小孩開大車 你是不是真的能夠菜歸賴水 這是一個問題 但真正民生經濟在五月份 大家最在意的是 你能不能夠完成你過去的承諾 還有臺灣的股市 臺灣的這些經濟奇蹟 以及剛剛提到的 我們過去過去歐洲參訪 還有歐洲的議員 來臺北市議會的時候 私底下他討論最多的是什麼 他們最在意的 不是臺灣人的生命安全 是臺灣人的晶片輸出的穩定度 這個跟國際間的外交 相信一下 他是過去的外交官 他很清楚 臺灣今天不會是只有一種外交 我們有多鬼的外交 可是這一切都要仰賴在你 賴清德的執政 是不是能夠安全上路 跟讓臺灣人民對你放心安心 來 向文哥 我們看這次的演習 當然他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說 我在 因為待會兒可能會有記者會 我在看賴清德的國安團隊的壓力設施 就這個國安團隊上來之後 他畢竟跟蔡英文的時代還是有些不一樣 那我想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新任的國防部長 已經換了位置的 就國安會的秘書長 是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這當然有壓力測試的味道 賴清德的團隊是不是會回頭去 稍微理解一下就是說 如果他主觀上面認為 我這篇的演講稿是沒有問題 如果他原來就是覺得 我知道我講完了之後 對岸一定會跳腳 那就算了 如果認為就是說 我原來以為我是不卑不亢 結果沒想到對對方卻跳腳 那就要檢討一下了 就是這個裡面到底什麼環節出問題 蔡英文我就非常容易理解 蔡英文終究從李登輝時代培養他作為兩國論的 這樣子一個起草者 他之後陳水扁用他當陸委會主委 他對兩岸問題的語言的敏感性的警覺性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賴清德的國安團隊 對這個語言的敏感性沒有 或者我在讀你的演講稿 我認為你在玩文字遊戲 那就有大麻煩 至於就是說 真正的重點當然還是大兩岸跟小兩岸 現在基本上面這個結構就被破壞 破壞了之後要重建 我覺得難度非常非常高 那以我個人認為 就短時間第一個就是大陸如果已經透過軍演 對賴清德的演講是這樣定調 他就不會只有軍演 因為軍演我們也知道 還不至於到兵戎相見的時候 那畢竟你連福建界都還沒有集戰力 還不至於 可是如果已經把你定調為就是 你的舊職演說就是臺獨的真深情告白書 那我就不會只有這樣了 你想過去我們在想像的就是 也許賴清德上來了之後 ECFA不會斷 兩岸的觀光業者 觀光谷本來前幾天活跳跳的 你看今天又要死不活了 就是大家原來的那種希望突然又滅了 觀光谷光是這三四個月的時間 三溫暖已經洗兩三次了 已經沒有人在相信就是兩岸關係 到底有沒有一個穩定的步伐 所有的投資 所有的規劃 基本上都不靠譜 沒有人講了算 今天沒有互信的情況下面 所有的產業接下去的對應方式 都會中斷 至於臺灣都會沉浸在 譬如說我剛剛看到帛琉 對啦 我認為有種分析可能是對的 今天大陸之所以把軍演延後三天 畢竟五二零就職演說 Rosenberg等等 他都在臺灣 我軍演搞大 大家都困在臺灣 那實在是 看著大家被困在臺灣 看老公軍演可能也不太是味道 等大家走得差不多了之後再來演吧 可是你看到譬如說帛琉 臺灣的邦交國 他那邦交國現在剛好剩一打 可是你明明知道你的邦交國裡面 有幾個是超級不撐頭的 我所謂不撐頭就是說 根本就是靠美國過過日子的 你把帛琉這種國家捧上天 帛琉他再過去幹幹過什麼 他他認為帛琉應該部署愛國者飛彈 當臺灣在跟大陸笑武漢肺炎 覺得連口罩都不給大陸說 帛琉跟臺灣在搞旅遊泡泡 然後當帛琉跟大陸之間的那個航空公司 帛琉太平洋航空跟大陸的航線中斷的時候 我們外交部是跳出來給帛琉拍拍手 太好了 你跟大陸航線就中斷了 歡迎挺臺灣 歡迎反中 帛琉過去一直都是美國操作的工具 會數人這樣的一個總統到臺灣 你期待他什麼 你知道帛琉的一些的 一些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生病的時候 後送醫院就是到了 到臺灣的星光醫院 他們都是靠臺灣 你還指望說他坐在臺灣的時候 會發表什麼 就是讓你覺得有格局 有高度的談話 算了吧 我們的這些國家 基本上你看到聯合國投票 知道他都是跟以色列同一掛的 跟美國同一掛的 美國永遠不擔心 支持以色列票數變成零 變成兩票 因為他有帛琉 他有馬少爾 他有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他擔心什麼 臺灣的這些邦交國 在國際社會上面 基本上跟臺灣一樣 是非常孤的 非常孤兒的 不要再把這些的小國家 拿出來當門面 當化化妝品用 認真面對 臺灣在國際社會當中 經濟上面 科技上面有高度的整合度 可是在政治上面 卻是高度的孤立的 這種政治上面的孤立 跟所有的科技上面的整合 背道而馳的情況 臺灣的風險是很高的 許多國家對臺灣的擔心 就是你政治上面這麼的孤立 你科技上面 我們大家對我們的依存度 又這麼高 你難道沒有一個辦法 讓大家每天睡得著覺 但是賴清德的演說 只會讓你更睡不著